下个月开始就是炎热的暑假了 很多学生都会利用暑假期间 打工或者是参加休闲活动 为了提倡青少年从事正当活动 2018年6月30号下午 台中市警察局少年队 联合市政府各单位跟工艺团体 将在台中市草务道广场 举办一场大台中青春嘉年华活动 邀请知名反读青春艺人饶欣欣欣 担任这次的活动代言人 选美达人朱真瑶担任主持人 希望透过这次的活动 宣导反读、反诈骗、反原交、反邦派 维护青少年身心的平衡发展 暑假期间青少年在外面的活动频繁 容易涉足一些不正常场所 可能会发生一些 包括吸毒、被害的一些状况 还是说自己会产生一些偏差行为 为了要提高这些青少年的自我保护的意识 我们特别在我们6月30号下午3点半到6点半 在我们台中市的草务道 举办一个107年的暑假青春专案 大台中青春嘉年华的一个活动 台中市警察局少年队表示 暑假期间青少年最容易犯错 所以利用这次的活动宣导 邀请10多个台中市的学生表演团体 一起来到现场载歌载舞 度过欢乐的周末时光 也呼吁家长在暑假期间多关心青少年 共同度过一个健康充实又平安的暑假 那这个活动啊 我们邀请了知名的网红 反独艺人劳欣欣来担任我们的活动代言人 那也这个邀请我们花博的15家族 还有我们台中市警察局的这个警犬队 来这个展现各式的这个表演 那还邀请了很多的民间的公益团体来参与 那结合学校社团带来很多的这个表演 这次的活动代言人也是反独青春艺人的饶欣欣 曾经在电影中饰演过一名吸毒少女 饶欣欣欣希望透过她的成长跟拍戏经验 呼吁青少年朋友远离毒品不要犯法 而活动主持人是著名的选美达人朱真瑶 朱真瑶要以健康活泼的形象 邀请大家6月30号一起来同乐 哈喽大家好我是这一次的主持人朱真瑶 记得哦6月30号下午在潮污道 一定要来参加我们的大台中青春嘉年华哦 不要忘记哦 就让我们一起下午来度过一个平安健康又快乐的暑假哦 记得来参加大台中青春嘉年华哦 因为台中市年底就要举办花博 台中市警察局少年队表示 活动当天也会邀请花博十五家族来站台 还会出动警犬队上台表演 跟现场民众互动 行销台中花博 并且会做好现场的反恐警备任务 希望大家在6月30号来台中市草雾道 参加这场健康欢乐 又有教育意义的暑假活动 记者陈文旭 杨静台中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